這一批人都是在房地產上面呢 賺到錢的人 水漲船高 資產翻幾番的人 也就是說 從起漲點2004年 後面這20年是我們台灣房地產市場 非常蓬勃的20年 是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買房 包括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連續11年 一直延續到2014年第三季 然後後面兩年稍微下來一點 後面這幾年又開始溫和上漲 所以這兩波 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量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號角一吹響之後 每年都有一批房頭解放 每年都有一批房頭解放 20年 OK 他本來要講算貸的 現在不用繳了 他會錢放在口袋癢癢的想說 我要不要再買一間房子 剛我有講了阿娟 特別是這一批房樓當的非常的甜蜜 他嘗到了當房樓的好處 因為他房子都賺了 對 都賺很多了 這一批人都是在房地產上面呢 賺到錢的人 水澡船高 資產翻幾番的人 好再來還有一個因素 至少翻倍嘛 第三個因素是 這一批人當時買房子的時候 可能還比較年輕 假如說35歲買房 他現在20年後是多少歲 55歲 那請問35歲的時候有錢 還是55歲錢比較多 當然55歲 基本上他還沒退出職場 甚至佔據要害位置 他55歲的時候 20年以後的今天薪水也好 還是助商業也好 他資產积累 他的收入比當年 這個概念就是戰後嬰兒潮的概念了 比當年高很多 所以他處於現在收入比過去高 房貸還完了 然後又藏到了甜頭 然後到了一定年紀 這時候他又剛好到了換屋的年紀 他可能想打算10年 還是5年以後我要退休 或者買一間大一點的房子 對 他可能會 所以這為什麼剛剛我們前面講 明年確實可能開始有春宴 這起東西因素 其實比那些剛剛總統選舉 或者什麼選舉 影響來得更大 因為我們是一個成熟的房地產市場 我們這個不是一個新興的房地產市場 我們的房地產市場 不管從制度面 法律面 政府的政策 隨時的該打就打 該鼓勵的 例如青岸房貸就鼓勵 他已經是成熟了 制度面 政策面 市場面 都是一個成熟健全的市場 所以這時候像這種因素 對我們房地產的影響就會非常大 操盤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